痕跡 圓潤脸颊三七分刘海 穿西装打领带 你猜得出来他是谁吗 这是1993年 30年前的王世坚 磕碎的原则 本来就是强的一方 富有的一方 你就应该多负担一点义务 翻开王世坚 新科议员时期的受访画面 讲话带一点手势 认真模样 连共是20多年的老朋友 看到旧照片也开起玩笑 王世坚这个差点没进议会 看他敌工的 那我要补业 真的还没变 然后形式风格也没变 说话的方式 细裤帘 真厉害 但身材引人注意的 不止王世坚 红色极短裤搭配军帽 金状身材腹肌长不住 国民党立委江启成 金门海龙挖兵的当兵照 连岳父刘胜良 都曾替女婿挂保证 该改变不大 即使退伍多年 江启成还是保持 每天早晚跑步 睡前做挖人操的好习惯 那是当兵的时候 现在应该还不错吧 被点名改变很大的 还有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脸书曾分享大学时期的毕业照 自嘲说好的下巴呢 而和年轻差异大的 还有立委蔡逸渝 小王卡是现在 我们台湾最烫的 过去蔡逸渝 售出健保卡照时 网友发现上头年轻照 只有60公斤标准体型 立委高家瑜就曾称赞过他 长得像韩国男星选兵 但近期才予以体重飙升 连总统蔡英文都四字下令 要夺运动 第一任的时候 他只说我胖胖的 第一任的时候就看不下去了 就叫我要减肥了 现在第三任了 好我要听他的话了 委员惊喜照片笔一笔 让网友感叹 岁月正式摧残 正值时光机引发热议 在你喜欢林凯军路配与台北